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越界限需要征求对方的同意 塔瓦布在界限艺术中指出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界限有三个 会冒犯你这三个界限的人不必深交 第一 时间界限 在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中 时间是最宝贵的 生活的最大主题就是如何利用时间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为了一件并不紧急的事 接连打好几个电话催促你 希望你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去帮助他 部分昼夜的给你打电话或发消息 云时长动不动就五十多秒 要求你无偿为他提供帮助 在你已经声明没空的时候 还是坚持请你帮忙 要求你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 滥用你的时间的人 侵犯了你的时间界限 说得再严重一点 也侵犯了你的生命 不懂拒绝的人 总会牺牲自己的时间 为别人做事 导致自己的事情永远不重要 面对这样的要求 你需要在答应别人的请求之前 先确认自己的日程 是否安排得太满 不要总想着几时间 多做一两件事情 否则你在做的时候 也一定不会开心 忙碌的时候 微信也可以暂不回复 等方便的时候再一一处理 我每天工作朝九晚五 没有时间陪你聊天 我可以帮你报税 但我的服务是收费的 我心切儿没时间 去参加你的活动 能果断地说出拒绝的话 不为难自己 才能为自己赢得 更多宝贵的时间 第二 情感界限 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们喜欢找人诉苦 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听 始终喋喋不休 当你向他倾诉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兴趣 不是说 这么点小事至于的吗 就是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之所以 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 是希望获得对方的支持和认可 然而 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 对有些人来说 着实不易 他们不重视别人的感受 忽略别人的情绪 这都是侵犯 情感界限的表现 作者有一位咨询者 亚里克斯 他每次和父亲 分享自己的感受时 都会遭到父亲的否定 与洗脑 久而久之 他便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选择直接听从父亲 或朋友的意见 比如 他会怀疑 自己为某件事感到伤心 究竟对不对 由于情感界限 遭到了侵犯 亚里克斯 渐渐丧失了 表达情感的能力 只能受他人意见左右 一旦得不到他人的反馈 他就无法相信 自己的判断 侵犯情感界限的行为包括 分享太多 或太频繁 情感宣泄 过度发泄 无视别人的感受 控制别人的情绪 会弱化某件事的影响 比如告诉你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守护情感界限 你需要直接告诉他 我看你最近遇到不少麻烦 但我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你考虑去看看心理医生吗 不用你来告诉我 该怎么想 我很清楚自己的感受 我会慢慢处理自己的感情 不要老是催我 忘掉过去向前看 一个拥有健康情感界限的人 在表达自身感受 和分享个人信心时 是讲究分寸的 不会毫无保留的 意图为快 他们只在适当的时候分享 并且会谨慎地选择 分享对象 第三 认知界限 有一种界限是无形的 它不会占用你的时间和金钱 但却破坏你的心情 颠覆你的三观 这就是认知界限 认知 指的是一个人的思维和想法 突破认知界限的行为包括 嘲笑别人的观点或想法 因为意见不合 而对某人视而不见 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等等 你想喝可乐 有人立刻纠正你 可乐没营养 不如喝茶 你说 北京的春天很美 有人就提沙尘暴 不懂得尊重认知边界的人 以为自己的认知和观念 就代表了所有人 或者就是最好的 最明智的 《黑暗荣耀》里 有一段很酷的对话 同时说 我不喜欢厉害的女人 与主角知道 她针对的是自己 却答道 我尊重你的喜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 他人则无权忽视 轻视或取笑你的观点 面对认知界限被冒犯 你可以坦诚地说 这种玩笑很伤人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你可以不同意 但不必要求我和你一样 界限中指出 无法设定并守护自己的界限 背后往往有九个潜在原因 害怕被人瞧不起 担心会撕破脸 总想取悦别人 对设定界限后的交往 感到焦虑 对设定界限信心不足 想通过帮助他人 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把自己被拒绝的感受 投射到别人身上 感觉无从下手 认为在某种关系中 不该有界限 而这九个原因 用一句话说就是 把别人的需求 排在了自己的需求之前 面对让自己为难的请求 总是用极大的热情去帮助 不好意思说不 哪怕是自己受点委屈 也不忍心辜负了别人的期待 面对别人提出的要求 如果没有答应 好像自己做错了事 满心的内疚 明明是为了很大力气 才做到的事 却假装取重若轻 让人觉得只是顺手而已 一点都不麻烦 太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任务 让你应接不暇 分身乏术 所有飞机上 都有同样一句安全提示 请先为自己 戴好氧气面罩 再去帮助身边的老人与孩子 这句话看似简单 其实表明了界限的真谛 只有先照顾好自己 才有余力帮助别人 照顾自己的根本就在于 设定界限 即为了自己的情感与身心健康 而学会拒绝 毕书敏曾说 拒绝是一种权利 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 愿你善用自己的权利 守护自己的边界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晚安 来吧 李宗多 第二 сообщ 你 一直 dije 拖绝 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